欲罷不能 在今個星期六突然又來了 反映實在太多人問 因為現在我們不用拿地方 所以未必會過個星期 但在未來盡量 很多星期六我們會安排一些seminar 甚至乎星期日 有些人在星期六不能放假 但今個星期日我們還未能安排 在說什麼呢? 就是BNO visa移民 和英倫留盤的講座 上次我比較多參與 因為沒什麼要做 我覺得大家的反應是非常好的 因此而了解了很多 我跟大家講多一件事 這些私人分享 每一個人的去留就自己決定 沒有人能夠說服到誰 因為每個處境都不同 好像我還留在香港 當然也是我的考量 我對我們偉大的祖國 投下信心一票 但是你說不是 你說想在另一個跑道 再開拓你的人生 這是每一個人的選擇 沒有什麼對錯 真的不用爭辯 好了 但是 始終都是這樣 如果是有心走的 其實現在已經是去到一個什麼階段呢 去到一個 我董勝以來 53年以來 最容易走的地方 最容易走 通常 你經濟能力很好的 就很容易走 經濟能力很差 就很容易走 其實最 很差的是最容易走 你沒有什麼牽掛的了 我香港找一份 扔你萬一元工 你也不用想那麼多 其實最難 最難就是中間 要找三五七萬 那些你要自己想 那些不會我和你想 我們的講座 其實內容挺豐富的 尤其是我現在熟了 policy 其實我熟了 policy 不是我聽過第二次 是因為我自己有去參與 他的case 以及一些安排 比如我以前的馬來西亞經驗 令到我 我覺得會很幫助到大家 第一對財政的安排 其實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人 你經常說香港人對錢很厲害 可能是我 我自己身邊 從我年輕人出來的時候 自己物以類聚 那幫人 其實一說就明白了 數口各樣東西 但是 其實 身處的環境 我發覺很多網友未必接觸到 那些產品 其實我真的覺得 真是很好的介紹 譬如你有一個物業 你怎麼把它變成移民基金 我想你開始在說什麼 這些大家可以去聽 更加英國樓 我們上個星期推介的樓 其實我已經有收到發展商那邊了 基本上 他就會在6月1日前加價 我說你不要說這些東西 別人老實說 價單你出了 加不是很多的 其實加一萬磅左右 沒有那麼多 千多二千磅一個單位 其實就是一萬多兩萬元 我覺得不是很多 就是在什麼來講 但是你如果是有心投資的 就沒什麼理由 你看到了 你還要去想 因為其實 現在那邊 對於樓宇的需求 是你想像得到的 你想像得到就可以了 其實根本就是不斷地上升 無論你是想著用來投資 或是日後可能會有用的 因為你移民英國 你其實首先要搜到地址 你無論租也好 我覺得真的很幫到大家 當然 這次我就會叫Eric 再找多些同事 因為上次我們散場的時候 Eric是應付不了 還有另外兩位 李先生 還有一個同事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 每一個人很特定的問題 例如我不是想去英國 我去加拿大 我去台灣 各樣各樣各樣 又或者 我現在這樣的環境 我老公要去找錢 我就等等 甚至乎 很多人都不認識 那你都可以在座談會上 因為我們是自由的 就是自己的地方 是 變成了 大家可以盡快報名 OK 因為我們一場都是 就是我們的 maximum 現在的角度 很舒服的 20人 當然跟我們以前移動 就有七、八十人 那些相似不同 但是反而 因為 地方小 人少 大家就可以 很靠近 很接近距離地 問到一些問題 OK OK